你好,鍾美真伯威,大家好 這部片播出是5月5日的 這部片播出的那一天應該是聯儲局會在晚上宣佈加息 我們密切期待看看它加了半厘還是四分三 不過本次的節目因為播出那一刻還未知道加息的結果 其實我想說一下東西方的鬥爭 可能原來也是很緊張的 但是開始出現一些緩和的跡象 想跟大家介紹一下 究竟如何激烈又如何緩和 一會兒跟大家說 昨天我也說 打世界大戰的機率其實我覺得是一兩成左右 大陸要下水打台灣的機率都應該是低了的 為什麼今天會再多說一些 除了這些事情之外 想介紹一下特朗普的True Social True Social呢 就已經是誕生了 這個Apps 面世了 其實都在美國那邊 從2月到現在5月 都是熱火紅紅的 有100多萬的用戶 看看會不會每天都增加到 可以特朗普拿回8千多萬的用戶 重建他的王朝呢 另外也想說一下 Eon Mars 馬斯克 Tesla 那個 為什麼呢 當然就是買這個 Twitter 是為了針對True Social 這個是關於美國國內的鬥爭 待會再說 好 我們先進正題 請大家訂閱 何志光有收編的頻道 分享留言讚好 還有按鈴鐺 請你們每天的12點鐘 或者是晚上的時候 看看有什麼影片出的 好 那我們就進正題了 首先呢 我那時候呢 就有一些的補充 那我就提過的了 伊朗和沙特的關係呢 是進入緩和的 這個是4月27號新聞 我也是遲了說的 我之前的節目有提 但是我還是要再想跟大家說的就是 其實原來在中東的裡面 伊朗的工業的體系呢 是做得比較好一點的 譬如說 他國內有一些造車啊 造肥料啊 或者是其他各樣的工業呢 是比其他中東國家做得好的 現在呢 大陸呢 就和伊朗呢 簽了一個25年的 投資協議 應該有幾千億的 三千至五千億之間 Exactly 落實多少錢 我想大陸還沒給完的 但是當然 大陸打算扶起伊朗 成為中東的 呃 崛起了的領頭羊 或者是頭號的國家 直著呢 可能伊朗的力量擴張的時候呢 整個中東就由去控制 起碼 不計非洲啊 不夠埃及啊 整個中東地帶裡面呢 由伊朗去主導 因為呢 如果是由一個勢力去主導的話 基本上就是中東 基本上可以太平 但是如果你說中東是碎片化的 那當然就是會經常打仗啊 鬥爭啊 那就不穩定咯 所以大陸呢 他基本上上中東呢 是會有一個 強大的勢力 主導著啊 好像壓仓石那樣 控制著了 對啦 譬如說好像中國那樣 在東亞區 基本上實力已經拋離了日本 很多的了 是日本的幾倍 GDP的三至四倍了 現在去到三倍幾 近四倍了 那如果 現在來講 日本是不能跟中國鬥的 中國一定是主導東亞區 也大家都 現在你看到那些東盟的國家 不敢反大陸的 美國不斷派人去撩他 但是呢 那些東南亞國家 是沒有人 是夠膽呢 再挑起那些什麼 南海仲裁 那些無聊的東西的了 那就反過來 伊朗沒有完全崛起 但是形勢上呢 就是說沙地呢 也都發覺自己開始 會跟伊朗沒得鬥的時候呢 其實沙地看得很長遠的 就覺得自己呢 是如果未來真的慢慢呢 石油的使用量越來越低 或者起碼 出現了很多 的電能車 那後來就用少了石油的時候 其實沙地的 情況是會越來越差的 因為呢 可能你說 去到徹底 不用石油呢 還有一個很長的階段 不用石化能源 不用碳的能源呢 還有很長的階段 但是 慢慢天然氣去取締石油呢 絕對有可能的 譬如說中國用了電動車 但是發電的時候呢 你靠核能 或者其他的不夠用 或者煤炭不夠用的時候 可能在俄羅斯賣多些天然氣 但是中東很多其他國家呢 譬如說舉例 譬如卡塔爾或者伊朗 都是有大量的天然氣 那所以呢 其實來說呢 沙地看到自己的危機的時候呢 他想發展工業 去慢慢 好像變成阿聯油那樣 阿聯油的重心城市 就是杜拜 他不只是做賣油的 他是做了金融啊 吵架架的東西 那呢 其實沙地呢 想走阿聯油那條路 就是說呢 慢慢 不只是靠賣石油 因為其實真的呢 你幾十年後 如果全世界都不用石油的時候呢 沙地就變成很惡劣的了 所以趁現在還有錢的時候呢 搞一下發展工業 發展工業當然啦 你要水 但是沙地現在也是有錢的 那就是海水快探咯 那但是要搞的話呢 要發展工業 跟美國好還是跟中國好呢 現在沙地很明顯呢 就是跟伊朗和好 然後呢 希望跟中國打好關係之後呢 就發展工業的 因為現在美國呢 已經沒有什麼工業的了 那所以呢 情況來講呢 沙地看來 站實了是 想投進去東方陣營那邊 這個是我的理解啊 起碼我見不到 沙地王柱啊 小薩納曼 就是他爸爸叫薩納曼 的兒子叫薩納曼之子啊 就是莫可密德啦 但是我都叫他小薩納曼 小薩納曼是沒有聽過拜登電話的 到現在 又很戰爭 到現在這麼久啊 兩個多月都沒有啊 所以呢 情況呢 沙地也是很明顯的啦 表達了他的立場 總之 如果就算將來特朗普上場 我想沙地也不會跟中國反面的 總之我又收美金又收人仔咯 那種態度 希望中國呢 可以幫助他 跟伊朗的關係 緩和 是吧 因為他們也搞了五輪會談 緩和了關係之後呢 盡量搞 你 胡塞武裝那些 你不要再搞我沙地了 我又不再打了 完了前面的也門戰爭了 就是現在我想在談這些事情 那接著呢 有時候就是也門戰爭 也門的胡塞武裝 和沙地呢 有時候邪貓尾了 沙地說不想爭產了 哎呀 我中了胡塞武裝一顆導彈 那我爭產不了 這些拿來 大家互相演戲了 以前是爭打 現在開始呢 和胡塞武裝和沙地 好像在一起演戲 就說 哎呀我不爭產石油了 這樣 不說這裡那麼遠 那去回說 美國 和俄羅斯之間呢 其實關係真的很惡劣 其實呢 較早之前呢 兩三日前 那美國呢 出售美國權貴的資產 援助烏克蘭 那俄羅斯仍然佩服 就是說呢 其實有些議案呢 談了 美國 就是說呢 會 是 沒收 俄羅斯富豪的錢 但是如果那些俄羅斯富豪 移民去美國或者西方國家 或者去英國 他們很喜歡去英國的 但是如果移民過去的時候 那你扔這麼多錢 當然是會拿到公民權的 其實那些富豪 全部的心都傾向你西方 才會移民的嘛 才會在俄羅斯國內 搬錢過來你西方的嘛 是不是 為什麼 為什麼 現在拜登和他們相關的 國會裡面 民主黨的那些人 就要搞個法案 去搶俄羅斯富豪的錢呢 我現在看的 當然令到我有些擔憂的 如果有一天 大陸 是逼到 大陸是被美國逼到 要打台灣的時候 會不會乘機 去打劫 那些黃絲呢 就是在西方的 中國人的錢呢 你去想 俄羅斯人 在美國可能人數少 那你搶他 這個社會根本沒有人關心他 說你認識普京就活該你死吧 其實他未必妥普京的 你搶他的錢 但是有一天 如果是李嘉誠 是投資了在美國 那李嘉誠被他這樣打劫 那李嘉誠現在的樣子都是親西方的啦 是不是 我來理解 但是李嘉誠聞到一股氣 就立刻走了 立刻賣掉英國的資產 為什麼呢 在美國裡面呢 華人人口大約五百萬左右 占美國人口 即是美國有三億多人口嘛 五百萬都是一點幾% 事實上呢 影響力事實上真的不夠 所以 其實就 美國的華人 會不會 將來 中國和美國的關係 因為台灣 緣故變差的時候 會不會被略奪資產呢 其實我是有些疑問 因為人口少 俄羅斯富豪更少 是不是 反過來 那我當然我有資產在加拿大啦 我一個要認的 那 那我和我老婆談 在想 會不會 加拿大又跟著這樣做呢 在想 其實我們在 認識一些人在多倫多 或者溫哥華 整個城市好像過半人口都是華人 那如果你說強行搶華人的資產呢 可能 加拿大大大約有150萬華人 但是他只有三千幾萬人口 那就近 4-5%人口 其實 某個程度上 他們重要一些 這些主要人口都住在主要的大城市那裡 那如果你說搶他 其實真的不是那麼容易的 但是不代表不搶啊 如果東西方的關係 未來幾年都越走越差的時候 初初可能美國這些華人人口少的地方去搶啊 但是慢慢就說 哦 越搞越差了 越來越窮了 世界分裂了兩邊 大家都不是溝通那麼容易了 供應鏈就斬斷了 分開了兩個世界 那我窮起來 不如打劫你的華人吧 其實我自己都是 有點猶豫 但是我估計短時間去加拿大 不會太快 會被西方國家去搶錢的 我就說一些這些 自己的思緒 哈哈哈哈 另外 其實這個是 美國那邊要搶俄羅斯權貴的資產 的一些議案 大家在討論的時候 的而且對於東西方的關係很差 其中一件事就是 在4月21日 俄羅斯國防部下的 空天軍研究院發生大火 死了7個人 最後查是有17個人遇難 這17個人究竟是不是全部是科學家呢 我不是太肯定 但是因為這個空天軍研究院裡面 是在一個 俄羅斯的一個城市那裡 你 美國就可能一早就被捕住了 假設是這樣 某些 俄羅斯敵党的勢力在那裡捕住 慢一聲 失火 死了17人 可能應該有爆炸的了 還要是死了一些 可能 17個研究人員 我不知道有多少個是科學家 有多少個是助手 但是這17個人呢 對俄羅斯的損傷很大 因為那些人才呢 死了呢 其實要 找回頭呢 其實是麻煩的 那麼4月21日發生這件事 懷疑是被俄羅斯的敵對勢力 特務在俄羅斯境內去做貨壞 但是這件事發生了沒多久呢 就是在德州呢 就有一個呢 美國的空軍基地呢 有一個B1B的戰略軍閘機 的基地呢 就爆了 就是那個B1B被人燒了 其實這個時間很近的 但是如果你計算一下 台面價呢 美國就好像一架B1B很貴的 幾十億美金的 幾億美金左右 但是你說 沒有了一架飛機 那是不是美國死了很多人呢 就沒有說死了很多人 但是俄羅斯死了17個 那好像俄羅斯是虧了的 因為如果死的 我相信有科學家的了 所以其實東西方呢 除了美國說要搶俄羅斯人的錢之外呢 其實各自都好像 懷疑派特務搞對方 附在自己對方的境內呢 策動了一些攻擊啊 那當然啦 你說 隔多幾天啊 不知四月二十七度 大了時間就是這樣 就是說中國呢 在巴基斯坦的孔子學院裡面 被人捕擊啦 這也是說 喂 如果假若俄羅斯和美國 互相在對方的境內 玩恐怖主義的話呢 現在搞了中國那邊 因為呢 當然啦 某一些中國敵對勢力就是 想嫁禍給印度 但是印度現在其實應該沒有動機做的 那麼西方想 招攬印度 加入制裁俄羅斯 那麼印度死都不肯 那麼現在呢 就搞到巴基斯坦 殺死那些中國人 就是賴落你印度 那就是各樣東西呢 大家呢 是積聚著一些血仇的 其實呢 早那輪是 四月底應該是挺危險的 東西方的關係 那麼跟著呢 在五月一號呢 金融時報呢 就犯了消息 就說 美國和英國那方面的高層呢 就討論了台海局勢 其實呢 是 想討論呢 是 而不 即是推遲呢 就 不要這麼急去挑釁台海局勢 啊 就是這個金融時報放的消息是這個 就是 真還是假 不知道 但是 某個程度上呢 可能是大家談完些事情呢 是感覺如果現在美國 引爆台海戰爭的話呢 有沒有 即贏的可能性高不高呢 如果贏的機會不高的 不如不要搞 這個是金融時報說的意思哈 當然你說 會不會 Q-up完 等你中國 放鬆戒備 然後突然間引爆台海戰爭呢 我告訴你呢 對於解放軍來說 不會讓你Q-up的 你台灣踩過線就打的了 其實這一兩年都是擺了這個陣勢 是這樣的 但是大陸呢 其實在西方呢 真的很多資產 或者是供應鏈裡面呢 可能都有一些 如果跟西方翻臉之後 可能會供應鏈的供應斷了 那麼可能 盡快 去研發到 自己的本土生產 就代替 海外的輸入這樣 所以中國呢 未必說這麼急去打台灣的原因就是 現在未見俄羅斯 和西方翻臉就被人家卡了幾千億 是不是啊 好像三千億左右 外賠儲備 那麼中國會不會有很多資產 在海外呢 比俄羅斯更多的 所以中國一定要想 想 如果要開政之前 一定要處理這些資產 雖然現在東西方未準備好 好像我昨天這麼說 可能都是會 先扔中 但是這個 開戰時間是什麼時候呢 如果關於台海戰爭 其實真的很難說 對中國來說 當然有利就是二十大之後 在二十大換屆的時候 我們那些鬼營營就炒掉了 是吧 或者林鄭也下台了 那二十大之後去動台灣 那基本上就 比較少顧慮一點 但是顧慮就是在外面的資產安全的問題 但是西方 會不會在二十大之前引爆戰爭呢 西方都未必準備好 所以這個我不敢說百分百肯定 這個要提一提 另外呢 南韓那邊呢 其實有一個新的議案 就是說要削減檢控官 檢察官的審查權 說把審查權呢 拆開它 將偵查呢 將偵查呢 交給警方 這個是近似香港的制度 南韓呢 一向就是一個檢控官很大權的 連偵查權力都不在警方那裡 而是去檢控官 去檢察官那裡 大權到呢 他可以呢 要建立自己的明星呢 去告前總統 告到他去坐牢 然後自己很威風 尹錫瑜呢 就是之前呢 告死了呢 兩個南韓總統的 朴槿惠啊 和之前的李明博啊 被他告死了的 但是現在你尹錫瑜呢 他自己做了總統的時候呢 其實當然啦 文在寅就很害怕啦 就是 你尹錫瑜會不會 又拘捕文在寅去坐牢呢 但是現在呢 文在寅和呢 執政黨呢 共同民主黨呢 就通過了這個削權的法案了 那就是說呢 其實文在寅呢 應該就沒有有因呢 是在他交班之前呢 就會呢 去勾結北韓引爆戰爭的 就是這個可能性會低了很多 其實我們中美爭霸以前也有說的 文在寅會不會怕貓監會 去通這個北韓呢 其實某個程度上呢 我都 這個是我的天馬行空的想法啦 但是現在告訴你呢 文在寅不敢搏 就是說美國在南韓裡面的 控制力其實很大 如果文在寅去勾結北韓的話呢 真是很容易呢 變成呢 他師父的 啊 就是這個 忘記 他的師父啊 所以呢 其實這個情況 這個你查一下 所以呢 現在呢 啊 文在寅的方法就變通些 我改了一個檢控官制度 那就沒有那麼威脅自己了 下台的時候 所以呢 我相信呢 5月9號 5月10號呢 這個 這個 尹石月的就職禮之前呢 南北韓應該會沒事發生的 那大家看定些 長張 都是不要說 如果在5月爆發 中國和你 或者是北韓和你整個西方反面 北韓打南韓 或者是中國打台灣的話 其實大家還沒準備好的 我認為 5月 始終 所以呢 文在寅已經從善如流啦 那他沒有什麼必要去勾結北韓的了 我認為 那另外 美國那邊呢 也都做一些事情的 他就說 對華的懲罰性的關稅呢 7月到期 那他們說 想縮沙呢 就取消特朗普對中國加的關稅 啊 中國呢 基本上 你一直都呼籲呢 你美國就要取消這些關稅的 那我估計呢 中國就不會玩他了 因為 其實美國為什麼要想取消關稅呢 就是想壓通脹 基本上呢 特朗普給的關稅 對中國 貨向美國的銷售呢 完全沒有影響 那你說 既然完全沒有影響 可不可以玩他 你剪了關稅 我中國加出口關稅 玩差你呢 看來中國就應該不會做的 因為呢 其實就 在普遍的產品來講呢 他賣去美國呢 他都無謂啦 如果他加了關稅 始終某個程度上 將來 加了的話 可能長遠 可能是新冠會慢慢 會好 如果慢慢好 其他國家會跟中國搶生意 那所以呢 中國呢 應該就是 不會 就是 加上一些出口關稅 去 製造通脹給你 美國這樣 但是 可以說一句呢 美國一直都很猶疑 去取消特朗普這些關稅 為什麼呢 就是 因為 美國就覺得 我剪了關稅 不就是益了你大陸 是嗎 最好你大陸給我一些利益 但是 問題是 大陸的角度來講 你減關稅是為了你自己壓力自己的通脹而已 我的貨沒有賣少到 或者賣多到 是不是 沒有分別的 你加了關稅 我也是賣這麼多去美國的了 那我為什麼要理你 要送利益給你美國呢 所以呢 這個都可算為是 中國和美國之間的關係 有些緩和的跡象來的 OK 另外 還不夠時間說 True Social True Social True Social 就是特朗普那個 是二月尾出來的 現在有百多萬的用戶 但是 估計來說 特朗普現在2022年 開始 年頭開始 出True Social的話 其實現在 Google始終都是不喜歡你特朗普 我認為西方的主流媒體 都是被 特朗普所說的Deep Stay去控制的 所以Google這些 或者其他不同的手機軟件 是會跟True Social 是有一些 怎麼說 是叫做 不能夠共用 所以 其實就是說 我相信 美國那些用戶 用True Social的時候 可能要放棄某些Apps 這個是對特朗普的封殺來的 即是你搞了一個社交媒體 即是特朗普 一個社交軟件 但是其實 美國整體就是覺得 你不是Deep Stay的一部分 特朗普 所以你這個社交軟件 如果是威脅到 拜登或者民主黨的政權 或者是 或者是 Deep Stay的勢力 始終都是不想你崛起的 現在來說 所以 就叫Eon Mars去買Twitter 但是 現在聽聞 Twitter背後的 資金來源 原來來自於摩根大通 看來 Eon Mars都是 Deep Stay裡面的人 所以 有SpaceX說 放四萬粒衛星 其實是參與了 俄互戰爭的說法 關於True Social的事情 我這次節目 不夠時間說 遲些再談 好聽啊